接著就講政治方面 有很多人來講 WHO 世衛 因為這次疫情 他處理得多失敗 同一時間 很明顯 譚德塞 很賴共 聯合國 很多投票 非洲國家 佔了很多 一國一票 現在很多國家 是抱中國 WTO也是 這些代不代表 又是一個美國 來倒退 中國來上位的例子 YES AND NO 原因是因為 似乎一國一票 中國真的找到一個位 來發揮 但是 現在 你看回頭 這些國際組織 很多時候 實際的作用 不大 純粹就是為威惠 的一些 機構 到了有很多 負責 的東西 的時候 那些國家 的領導 就可以完全 認同了 他 當他 採他有味 相反 相反 過去十年 其實 很多的國家 都嘗試 自己來做一些 單邊的貿易協議 自己來 為威惠 歐盟 自己本身 這個組織 就是一個 很成功的例子 亦都是 比較 長 發展了的 一個例子 除此之外 你可以說 中國嘗試抗衡 西歐 美國國家 於是 自己做很多 一帶一路 亞投行 不同的 亞洲 related 貿易協議 各方面 但是 美國 不甘後仁 當然 你可以說 這是 贊揚 特朗普 任內的 功勞 我自己都承認 這件事 我不是完全 一個 違反特朗普 而反 特朗普 的人 如果給了你 一個印象 這是你的 Misunderstanding 任內 你看到 他成功的 和 金仔 來 握手 北漢 金仔 不是幫 習大大 不是他 契弟 原來他是 嘗試左右逢圓 另外 他在 爾巴 衝突 也佔了一個 席位 傳統來說 美國不是跟 他們那群 中東國家 世仇 他不是 盲撐 以色列 另外 他跟 加拿大 墨西哥 不同的國家 比如 中國 歐洲 德國 各方面 新的 貿易協議 這些就是 繞過了 本身 那些 很橫大 大家純粹 分餅仔 為威威的 這個 WTO 這類型的 協議 而來 成就 出來 再不要計 就是從 另外一些 國家的 角度來 美國 如果 角力 真是 Dekind 為什麼 我要簽 相對 對於 自身利益 未必有 好處 甚至 說得誇張 喪權 辱國的 協議 都願意簽這些 壞子 呢 這個 豈不是 證明了 即使在 川普任來的過程當中 美國仍然有 他最大的 一個脅迫力 逼全世界 就範 跟從 固有 或是新少少的 一些遊戲規則 如果拜登上場 之後 一個相對 到 教 真是 好似有 計談的 好似 歐巴馬 這樣的情況 會是 更加 洩掘 還是 各國更加 容易 聊天 即是 既然沒有那麼 洩掘 感覺 好受一點 的時候 更加 暫時 來 繼續 讓美國 成為 霸主 會不會是 這樣呢 這個值得思考 反觀 反觀中國 有些人 來 說 他花了那麼多錢 去 在這些 威威威的 Party 裏面 是真正 得到多少 呢 在不同的國家當中 中國 有人說 他熟知民主的制度 透過滲透 透過收買 各方面 就能夠 成功 控制 不同的國家 看回 10年 頭5年 似乎 這個都是 成功的 事實 但是 這些 方法 通常要 很小心 尤其是 當你 不是 韜光養晦 的時候 而是 張牙舞爪 去 脅迫 的時候 有些情況 你嘗試測度 別人可以接受的底線 你成功 但是 有很多情況之下 當你測度這個底線 觸及別人 真是 痛處 的時候 反而 你 過去那麼多年 建立的網絡 就會一掃而空 你看回過去幾年 他 直跟在台灣 直跟在澳洲 歐洲一些 我們說他相對 奶共的地方 更不要說 美國 甚至加拿大各個地方 這個 戰狼式的外交 或者 收買式 恐嚇式的 一個 尖實力 都是 真是 有敗退的跡象 又或者有不少地方已經敗退了 這樣 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 會不會 真是 好似大家這樣說 當你熟知民主的問題 which is 民主的確有很多問題 就能夠成功能夠佔據到 有更有利的地位 我就對這件事有所保留的 好 另外一個很明顯的例子就是 Trump Trump 過去幾年 Trump Trump上台的時候 有傳 除了是俄羅斯通門事件之外 通俄門之外 有說過是中國捧他上台 但是 接著 Trump Trump 原來反轉 豬肚就是屎 現在 拜登又說 他是被中國捧他上台 但是 上到台 暫時 他說的話 的確是被 Trump Trump 溫和 至少 Trump 任內 最後兩年 溫和 但是 不見得 他有任何 奶共的 跡象 現在 未來的 四年 拭目以待 如果有名 活多四年 的話 無論如何 他未來的兩年 都是 deal with 疫情 deal with 國內的 一些種種的 矛盾 會多於 deal with 國外 不過 他可能 暫時看樣子 會保持一些 momentum 不會惡化 情況 暫時 除了要熟知 極 民主國家之外 制度的 漏洞 我們都需要熟知 極權國家 極權國家 最重要的 以及成功 就是 穩定 能夠控制 經濟 控制 整個風氣 風潮 政治上 不會 有那麼多 動盪 以及 可以 在適當的時候 用舉國的力量 來 協調一些事情 例如 處理疫情 各方面 而且 同一時間 就算 他在 任內 當中 對付 反對的 勢力 都好 其實 我們看到 或是 歷史上 短期內 都 都不會看到有任何 對於整個政局 又或者經濟 有帶來任何的傷害 就是這樣 你看回中國 打壓新疆 打壓一些不同的宗教人士 打壓香港 和香港人 都是非常之無助的 但是似乎 中國在這些情況之下 一來經濟 繼續有一個 增長 同一時間 外國似乎 沒有什麼 行動 採取 制裁 不見得 譴責 亦都相對 是溫和 中國 不採理有美 但是你要提醒自己 這個不是新鮮的一件事情 當年 譬如日本侵華的時候 外國都是 說兩句 就沒有什麼 直到 他是佔了 太平洋的利益 偷襲珍珠港 之後 才發瘋 德國 那時候打 奧地利 捷克 波蘭 這些 又是 沒有什麼 跟著之後 直到他們是覺得 利益受損的時候 才去發威 你現在 在關門打仔的時候 他在香港得傳政策 get it worse 你都應該相信 會get even worse and will continue 但是長遠來說 對於整個中國 是不是真的會令他 這樣做 就能夠 超英改美 還是 在整個 宏觀經濟 國際 外交立場上面 這些都是 小學雞 純粹為了 去鞏固政權的 一個目的 而出發 但是實際上 長遠是有 自身的傷害呢 之前 沈一輝 他說過 中國 找到香港的 一個新的 金融地位 就是作為一個 幫 本身 在美國 集資的 一些 中國企業的 機構 轉移到香港 做第二次 IPO 他是 所以 就算你 lose了 國際金融 都市的地位 localize了 變成中國的一部分 doesn't matter 因為 他找到 他新的 使命了 但是問題 就是 這個是不是 事實呢 你的IPO 搞完 幾年之後 始終都會 沒有 到你想要有 重新的 集資 的時候 香港本來 是一個很大的 渠道和方法 你沒有了 這樣 長遠來說 是虧了 所以 我就會覺得 這一種的 說法 純粹 打腫臉 充半指 而已 還有 是為了 他自己 的維穩 而 over 這樣 來 打擊 香港的地位 未必是一個 最有 智慧的做法 從經濟的角度 歷史上 中國 一個獨裁國家 或者 他永遠都要 balance 政治的 穩定 和 這個 經濟 和自由 限制 當你的經濟 蓬勃 人們就會對 自由 的 訴求 相對來說 會加大 但是 那時候 你的穩定性 控制力 就 不穩 於是 要加強 但是 加強得太大 人們的 生活素質 低了 於是 又會開始 雅日之雅座 你就 永遠長期 互相 balance 的時候 你能不能夠 跟一個 比較自由的 nation 來 決鬥 來增長遠的 成長上的一個地位 差一日之長短 可能可以 但是 差很長的一個穩定成長 就未必可以 還有 就算你做到這件事 fence for big data fence for 全民監控 以及 社區 每人有個 什麼分數 讓你來監控 但是 問題 就是 民主制度 他就會有一個 比較 少傷害和衝突的 一個交接和過渡期 但是 極權 通常是做不到的 你可以解釋 為什麼 習大大 做完兩屆之後 他 去改 憲法 是要 永續 永續完之後 如果去2022 看那個衰章應該都做到的 第三屆 他第二件 ask for 就需要是長生不老 如果不是的話 到他百年歸老的時候 只會換來中國一個 超級超級不穩定 的一個 超級大風險 甚至這個風險可以大到 整個國家分裂 或者是進入一場 內戰當中 這個絕對不是 是危言聳聽 他 當年 歷史上 秦始皇 做不到長生不老 漢武帝 做不到長生不老 習大大 做得到嗎 當時 未來的科技 又不能夠成功研發 這些 藥物 給他 我們值得 拭目以待 燈神蕭生 就說 這個 習大大 是會給他長命 我 衷心期待 這一一的出現 今天分享到這裡 歡迎大家收聽 like subscribe share 下